花蓮市中央路目前在进行左转壁车道工程 有民众投诉指出 目前几个完工的路口 壁车道另一侧道的安全道是太突出了 导致路线歪曲不直 县远张美惠特别邀请到县政府建设处会刊 以193县道刚完工的左转壁车道为例 认为中央路的施工有误 希望县政府进行改善 而建设处也表示说会检讨改善的方案 花蓮市中央路目前正在进行左转壁车道工程 有民众投诉 目前几个完工路口 壁车道另一侧的车道安全道太突出了 导致路线歪曲不直 县远张美惠邀请县府建设处会刊 希望县政府进行改善 在这个分隔岛岛头的一个设计 有民众反映就是它的这个斜度太斜 那这个让车辆似乎有这个压迫感压力 就是岛头的设计的宽度 是不是需要绿笔 或者是全部用这个水泥的 这个比较窄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我们也实际的要请这个图木科 县政府建设处图木科 来做一个看实际的会刊检视 那要调整的话就赶快来调整 因为现在还在施工期 还没有验收 那我们要让驾驶人用路人 在这个政府花了这么高昂的经费 来做这个左转的实体的 这个壁车道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能够符合用路人的需求 那又兼顾到交通的安全这很重要 那一起来把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要检讨的 我们先来提早来提出 让整个完工整个验收之后 是可以让民众非常便利的 能够使用跟享受到这个工程带来的一个方便性 张美惠举刚完工的193线道为例 认为193线道一样设有偏心式左转壁车道 但是壁车道的对象车道安全导臼就修饰成直线 显然中央路的设计是有问题的 张美惠希望在工程还没有完工验收之前赶快修正 县府建设处则表示会再检讨改善的方案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